中美角力逐漸白熱化 美國眾議院近日推出針對中國的法案 2022年美國競爭法 開宗明義要借法案推動本地科研技術等 用以抗衡中國確保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 法案文本長達近3,000頁 其中還刻意重提要為香港手足提供所謂避風港政策 讓他們有移居美國的機會 不少國際線政客立即臭嘴邀功耀武揚威 美國在反華法案中加入向港人放寬移居條文 目的超然若揭 所謂支持港人只是瞞面說話 實際是想令香港反動分子加入擴大反華小圈子 作為抗衡中國的棋子 其在美國角度為手足們帶來避風港政策 代價成本有限 甚至可能為國家帶來額外人力資源 經濟收入隨時隨便有聘 加上美國近年積極做大外宣工作 美國政府旗下的自由亞洲電台 也經常找來香港走路政客 例如少南、梁繼平和周永康等 做訪問或擔任節目嘉賓 提供平台等他們向港人 以至美國國內華人宣傳反中資訊 假若令更多手足移居美國 將可以偏造更多港人受壓迫而移民的抹黑故事 這些人在當地 也可以凝聚當地反華勢力 壯大反華小圈子 美國如今提出法案 無論最終法案能否通過 也純粹推奏為國際線政客做宣傳 支持者只會認為是他們所爭取的成果 繼而進一步提升政客們的影響力 這些由美國精心培養的國際線旗子 為宣傳西方價值而發聲 似乎亦是抗衡中國計劃的一部分 但最後的下場 相信外界早已心中有數